台东赴岗渔港今天发生了一起外籍渔工坠落意外 一名外籍渔工在港区停泊的货车上搬运货物时 疑似不慎踩空导致整个人直接从货船甲板掉落约三公尺深的底舱 头部受到撞击而肢体擦伤 警销以及海巡人员货报后赶底协助将渔工送医 而索性证明外籍渔工在经过诊疗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救护车驶进赴岗渔港的停泊区 准备要将受伤的外籍渔工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这起意外事件发生在今日上午 台东赴岗渔港的停泊区 一名外籍渔工正在进行作业时 疑似因为脚底踩空 导致他整个人从甲板上坠落至三米深的船舱底部 所幸意外发生的当下有其他船员发现 赶紧通报消防以及海巡人员 而救护人员赶紧现场后 立即用长辈板将他固定 并携起一旁的吊货怪手 将他从甲板底部吊刮上来 怎么拨下来 所幸证明外籍渔工在经过送医治疗后 意识清醒并无生命危险 至于详细的意外发生原因 目前正由相关单位调查理清中 机场成绩的影台东市报导